-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看香港的新聞, 看到香港01有一篇報道評論來的, 標題好控動,就叫香港玩軟, 看看他講什麼,另外再看一些 跟香港樓市相關的資訊, 他這一個標題就香港玩軟, 他說那個炒樓、賺硬、置業等同置富的香港已經玩軟, 他說幾個月前地產商陳啟忠又講了, 隨著土地供應增價,樓價將會放緩, 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開始了, 而他這一個評論預計不單止是周期性的轉變, 而是系統性的轉變, 正如他當時提出, 這一個不代表香港經濟會沒落, 但長遠來說, 這轉變會令香港更具競爭力, 他說到這一個玩軟, 其實一早就應該要發生, 97金融風暴之後, 特首董建華已經表示過, 他說由於香港經濟基礎過於狹窄, 一旦金融和房地產受到衝擊, 香港的經濟就會陷入困境, 他在1999年的施政報告中已經指出, 經濟增長不能夠過分依靠資產價值膨脹, 當社會上求資、務實和創新活動日趨普及成為風氣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就將會再創高峰之日。 為什麼二十幾年之後的今日仍然會有人以為減辣切辣, 就是挽救經濟的不義法門呢? 他說仍然希望香港可以回到樓價只升不跌, 炒樓自負的日子, 他說他們的思維停留在上世紀, 他說香港已經玩完, 他說今天出GPT已經不夠新的了, 他說Sharwa再次震撼網絡, 他說Sharwa就是現在出GPT出最新的功能, 就是說到可以用文字出到影片動畫, 這個技術是相當震撼的。 而我們也知道可能再過沒多久, 這個技術就會變成平平無期, 而世界不停在變, 科技也不斷向前走, 任何人任何社會如果只懂得 伊亂舊時所謂的成功方程式, 這樣他們昨天的成功只會是明日的失敗之母, 而全球化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 既然我們家裏按幾個制, 幾千公里外的商品一兩日後就可以送到香港, 誰覺得旅遊模式不會改變? 稍為了解社交媒體打卡文化的影響, 就知道深度有, 不是疫情結束之後才有的產品。 香港過去美食天堂、購物天堂的老本一早耗盡, 而匯率因素和內地消費降級, 只是加速了這個變化的來臨。 97金融風暴之後, 董建華政府提出發展西九海濱和引入迪士尼樂園, 就說道要舉辦更多國際城市, 令到香港成為文化藝術。 娛樂體育中心二十幾年後的今日, 我們的景點仍然是他們, 策略仍然離不開城市, 說明了, 當年好有遠見, 還是我們不夠進取呢? 他說道香港玩完這四個字, 如果指的是舊時發展模式的香港, 但新的模式是怎樣呢? 進步的香港來了未呢? 他說道這才是最值得關心, 但是你又見不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一篇評論, 好多都講得幾重, 特別是這個買樓等於發達的香港, 其實以現在來講這一套未必再行得通的了。 同時他亦有講到網路的東西, 譬如AI, 其實AI是真真正正正我們港澳, 都要去認真去學, 看下怎樣去在上面賺到錢賺到錢, 如果不是, 是會被人淘汰的。 經常都講了, 說外國的AI技術怎樣怎樣, 但我們港澳用不到啦, 那港澳用不到都算了, 其實我們大部份人是連國內的AI都沒有去研究的, 國內的AI同樣是有好多的系統呀平台出道來做緊的, 就算他慢過外國都好啦, 這些都是我們一般人好少會接觸到的東西, 其實大家就真是不要去抗拒這些新東西,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學了這些新東西, 是有機會令到你更上一層樓的, 你再學一學也沒什麼壞處呀, 反正都是一個時間成本而已。 另外, 提到一個新聞, 就是中原地產創辦人芝永青就講到房地產已經有明顯的好轉, 政府不可以死板不改變, 預料今年樓市會出現峰回路轉的機會, 形容有三個關鍵轉機可以令到樓價止跌回升, 他用提到財政預算案將會是切辣的最後機會。 那芝永青就講到, 第一個轉機就是政府要全面切辣, 他講到財政預算案將會是最後機會。 上一次施政報告, 政府就說好驚全面切辣會令到樓價上升, 影響年輕人置業, 但現在市況好轉啦, 市場上資金流入不足, 有人想套現困難, 如果政府能夠全面切辣, 就可以令到更加多資金流入市場。 他認為如果你香港再不全面切辣, 資產價值就會大量蒸發, 消費力大幅下降, 會導致各類政治後果, 這不是政府可以承擔得起的。 第二個轉機就是美國減息, 市場就預期美國未必會在上半年減息, 美國就期望可以在減息之前控制到通脹。 同時拜登也不希望被高通脹影響選情。 第三個轉機就是中國經濟是否適應西方制約呢? 當中國開始有外循環, 香港經濟就會有起色。 他預計下半年, 香港經濟會好轉, 資金流入香港市場, 樓市到時會有轉勢。 他亦提到, 雖然目前客觀環境不樂觀, 但認為香港目前樓市供應仍然不足, 但現在樓價跌租金升, 反映出有購買力, 但因為市場不明朗的人由買轉租, 預料租金回報升到與息口並行, 供便宜過租的情況會再次出現。 他說道, 這一個情況好有機會在下半年就會出現。 那其實這兩個新聞拼在一起, 就變成香港玩完, 那個新聞就在講的撤爛。 而中原地產剛好又叫政府撤爛。 我覺得這兩個新聞是雙虎形。 第一個評論就在那裏罵, 你叫撤爛都無用的, 現在的經濟跟當年不一樣, 你要學會轉變。 那去到中原地產那裏講了, 或政府要撤爛, 你不撤爛呢, 屎又不行了。 那其實幾搞笑的。 那講真啦, 你其實現在的樓市真是撤爛了, 哪個是最大得意呢? 是想出貨出快點, 還是等個樓市旺盛點呀? 那大家自己心裏都有把尺的啦我想。 好啦, 那今集呢, 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言咯,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